第八代高尔夫亮相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因为高尔夫本身有不少衍生的车型 所以最近关于这些车型的消息也不算少 日前有媒体就曝光了第八代高尔夫的旅行车 国内其实也有高尔夫的旅行版 如果你见过试车的话 你就会知道它很有个性 八代的高尔夫旅行车同样继承了这个特点 它的前脸和普通版的高尔夫基本上是完全相同的 其主要的变化就是车身的长度增加了 双腰线的设计也算是很有特点 新车尾部的造型与普通版本的高尔夫会平直一些 但基本上区别不大 由于车身长度的增加 旅行版的高尔夫看起来气势更足 但它和其他品牌的旅行车在视觉上还是不太一样 它有非常明显的大众风格 旅行版的高尔夫使用了1.0T三缸和1.5T四缸汽油机 同时还有一款2.0T的柴油发动机 汽油版本都分高低功率 1.5T版可以达到130和150马力 新车的内部和高尔夫一样 10.25英寸的液晶仪表 8.25寸的大屏幕 另外旅行版高尔夫的挡杆是和保时捷911同款的 据悉新车今年七八月份就有可能亮相 预计国内也会进口该车型 有喜欢的朋友不妨等一等看